下面請收聽由林紹明為你播講的長篇小說 《孫中山》 原文哉俗 書接上回 上回就講到 孫中山回家做生日 他就切蛋糕 和兩女兒一起吃 歡歡喜喜 一邊聊一邊吃 孫中山一眼就忘記 盧慕精坐在那裡 動都不動 不知道在想什麼 孫中山就快點 拔了一塊蛋糕 叫他吃蛋糕 接著就開飯 孫中山每次回到家都是滾水六腳 坐都坐不定就走 聊天都心不在焉 答非所問 常常都是想同盟會的事 所以兩公婆在一起都沒有什麼商量 今天呢 孫中山和兩個女兒在外面又聊天又玩得特別高興 一直玩得好東西 孫中山才回到房間 和妻子談心事多年來 你啊 這次還是第一次 孫中山拉著盧慕精相守 你為了我 整天擔驚受怕四次奔波 真是難為你了 我對不起你 哎呀 你千萬別這麼說啊 我如果有些本事 能夠幫你分擔一下就好了 你幫我還不夠啊 你幫我照大三個子女 你是孫家最大的功臣 哎呀 那個兒子呢 阿科仔 我又不是這麼擔心 他在美國讀書 有你帶著他 他現在又大過兒子了嘛 這兩個女兒呢 我就擔心了 現在他們兩個一天一天長大成人了 我們呢 長年累月 東朵西闖 誰敢娶他們做老婆就可以啊 我就怕害了我們的女兒啊 奢笑話 孫中山找女婿白女挑一的嘛 你用不著為這些事擔心啊 等到兩個女兒要出嫁 已經共和了 那時候啊 要來我孫家求婚的人啊 排長龍不知道排到哪裡啊 盧慕精就哈哈笑 過了一陣 他又問 你知不知道四姑的下落啊 我知道 他現在在澳門嘛 聽我說病得很厲害啊 他因為怕傳染給我 所以才走的而已 哎呀 四姑是個好人來的 你千萬不要不認他啊 你大哥說啊 四姑生是孫家的人 死是孫家的鬼 你大哥還時時找人拿錢去周祭他啊 我知道 我又怎會不認他啊 這麼多年來 都說他在我身邊照顧我 哎呀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遲下 我帶了兩個女兒去香港 我想將四姑接過來 住在一起 你的意思是怎樣啊 好啊 唉 慕精 你心底真的好啊 盧慕精就說 我現在 日夜都是牽掛著你 你身邊沒有個人照顧 不行的 我原來呢 就指望四姑可以照尿你 誰知道他又病了 哎呀 你不如另外找個人啊 有什麼必要呢 我說的是真心話來的 你知道了 我不是一個吃醋的女人來的 我實在是對你不放心的 哎呀 好了 好了 你別胡思亂想 我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想法 你呀 你如果覺得草妾事不方便 說出來會被人說又不好聽 不如 我們現在辦個離婚吧 孫中山聽到自己心愛的妻子 說這段說話 十分激動 一對一轉轉頭 哎呀 我孫文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不好了 不好了 逐逐談了一晚 都沒有結果 那現在呢 又說回廣州這邊了 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呢 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 同盟會是兵分兩路 負責進攻行動的 由王興做總指揮 負責囚錢的呢 就由孫中山負責 吸收了幾次失敗的教訓 關鍵時刻呢 都是沒有錢沒有彈藥 那就做到公拜誰勝 所以這次呢 孫中山親自助陣在美洲的囚錢 和賣軍火 保證供應 1911年4月8日 在廣州 起義機關總部召開起義前的統籌會議 由王興來主持 王興宣布 根據孫中山的命令 這次起義 由趙星當總司令 趙星呢 在新軍裏面呢 做過統領 好有指揮經驗 王興自己呢 就做副司令 決定兵分十路 一起動手 趙星呢 還宣布 要加設放火委員 又指揮到處點火 又擾亂敵人軍心 又派臨軍服 負責運送軍火 這個任務呢 十分重要 也十分危險的 王興宣布 王興呢 最後宣布 在舊曆 最後宣布 在舊曆三月十五日起義 又將孫中山拍來的電報呢 當場來宣讀 孫中山是勉勵大家勇猛作戰 打出軍位 跟著全體起立宣誓 林軍服呢 是負責運送軍火 這個任務呢 十分重要 也十分危險的 林軍服呢 指揮了幾個分隊 已經運送了很多次軍火 都順利過關 現在呢 就到最後一批軍火了 那陣街上呢 忽然間戒嚴 那些清兵三部一綱 五部一綱 情況十分危急 現在起義軍等著軍火用 怎麼辦呢 林軍服呢 就將親妹 表妹 微分妻 通通叫來做幫手 在白雲山後邊 來到運送軍火入城 組織了一支迎接新娘的隊伍 前面呢 是一幫趨爹打打羅打鼓的爹打佬 劉師傅呢 就和幾個革命黨人呢 打大赤勒地來到抬花轿 抬小豬 抬禮餅 抬嫁妝 大搖大擺就走過來了 花轿上面呢 坐著一個穿了假裝的姑娘 這個就是林軍服的表妹 幾個伴娘呢 就在轎前轎後來伴取 坐在馬上十字披紅的新郎哥 就是林軍服 後面呢 有二三十個大隻佬抬著十幾個大箱 是禮品嫁妝嘛 哇 是認真有錢人家的認親隊伍嘛 當隊伍經過關卡的時候呢 突然一個武官跳出來 誒誒誒誒誒 檢查 檢查 劉師傅呢 偷偷地將幾個光樣 抬著他的手 滿面笑容 檢頭下腰在這裡說 老總啊 老總 哎呀 真是辛苦了 辛苦了 扮著伴郎那幾個人呢 就是快手快腳 把那些紅包 禮餅 糖果抬到那些兵的手上 劉師傅就吩咐 喂喂喂 打開個大箱 讓老總檢查啊 武官呢 大箱呢 上面也是放著了那些價樁啊 禮餅啊這些這些東西 錢是收了人家的 武官就是奠奠奠奠手 行啊行啊行啊 你吹鼓手也持衝 吹喇叭打鼓打撥 認親隊伍就順利進城 王興呢 正在總部等待臨軍服運軍火進來嘛 每一阵都出去问 喂 到没有啊 后来那个干脆就站在越华街小东营 五号大门外 专程都等 只见王芙蓉呢 踩着单车飞快来 哎 到了到了到了 喂 新娘就快到了 王兄先放下心中的大蛇 武器运到成功在望 他回到屋喝了一口茶 吐了一口气 王芙蓉呢 就在单车后面的车尾箭里 就拿了个包袱仔出来 一直进去后面的房 林郭文呢 就在里面拆着窗 王芙蓉呢 就将个包袱 对给林郭文 啊 这件衣服是给你的 林郭文就拆开来一看 喂 防弹背心来的 这么重的 当然是重了 用铁造的嘛 可以防弹的嘛 好就好 不过就是重点 重点就怕什么呢 好过被子弹打穿嘛 多谢你了 啊 不过我不能够穿的嘛 为什么 我怕人家笑我啊 人家都不怕死 就是我条命最矜贵啊 算了 算了 算我白费心机了 王芙蓉呢 拿起了那件防弹背心 转身就走了嘛 别走着 别走着 我虽然是不穿而已 知道我领你的情 我感激你的嘛 坐下来 坐下来聊天 两个人就坐下来聊天 聊聊聊聊 聊到汪精卫的情人陈碧军 林郭文就说 他呀 大明人呀 人呀 生得很漂亮的嘛 性格非常倔强的 跟着汪精卫 去北京刺杀妾精王 真是女中浩杰 女精蛾 是当今天下难得的奇女子来的 是吗 林郭文突然间感觉 王芙蓉好像不太服气那样 林郭文就说了一句 这样的 天下的奇女子 又不止她一个的 我身边不就还有一个 好了好了 你不要拿我来说笑了 不是的 我说真心话的 你呢 虽然年纪小小 但是老知识老革命嘛 你身经百战 听说1895年孙中山 第一仗广州起义 你已经是真刀真枪上阵的嘛 后来还参加过放炸药炸两港总督 是不是啊 很久了 那时候我才十六岁 现在老了 不是 你哪里老呢 但是我问你 你怎么一直都不结婚呢 还没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天下间这么多好男人 一个都看不上眼 王芙蓉就看着林郭文 我喜欢的人 人家又不喜欢我呢 林郭文就从王芙蓉 热热热的眼神中 忽然间发觉王芙蓉心中的秘密 哦 他是喜欢我啊 林郭文觉得心中一片黄滑 手忙脚乱 拆开来的那些零件 没办法放上去嘛 王芙蓉一手接过一枪 三几十手细就装好了 你怎么搞的啊 心不在然那样的啊 那时候呢 听见外面 嘻嘻嘻嘻迎亲队来到了 整屋人全部走出去迎接 林郡伏扮演的新郎歌呢 风流梯躺 大家都称赞他够了帥子 又赞他真是本事啊 用这种办法来运送军火入城 林郭文呢 就上前打了他一拳 啊 你真是老便宜了 白白取了个新娘回来啊 喂 你坦白说啊 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扮伴娘的王芙蓉呢 他就说了 撂什么便宜啊 人家的新娘 肖世兵 是林郡伏的未婚妻来的啊 新娘呢 现在都走出花轿了 啊 真的生得很漂亮啊 新娘就怕丑嘛 一进到大厅呢 就快点脱了一套嫁妆 王兄呢 就拉扯林郡伏 小小声问嘛 喂 新娘 真是你未婚妻来的啊 是啊 她是我表妹嘛 她叫做肖世兵 我介绍你了 这个扮伴娘呢 这个是我妹 林秀华 那个呢 是我表妹 王文贯 王兄一连说了几句 哎 大家辛苦啊 大家辛苦了 快点进里面休息一下 喝一杯茶 林郭伴就兴高采烈啊 哎呀 好啊 好啊 这次是龙甲成真 伤起临门 喂喂喂喂 我们趁这个机会 喝一杯喜酒啊 肖世兵呢 就怕丑 插头 快点走回房 大家呢 就快手快脚打开大箱 大箱有两格的嘛 上面呢 就放着嫁妆 禮饼等等 下面呢 全部是枪枝蛋药来的 大家十分开心 王兄呢 就拍了一下林郡伏的肩膀 你立了大功啊 好啊 好啊 跟着呢 他又望了眼新娘 小小声问 喂 你娶老婆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半真半假啦 他说妹子呢 林秀华就插嘴了 我大哥呢 本来想今年成亲的 后面 说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啊 就怕不吉利 所以推迟到明年才办 王兄就下架笑 哎呀 革命哪里有什么本命年 本命年的 什么年都是吉利的 今天啊 那么多人来征婚 就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 整班年轻人呢 就将那些架装里面的 那些红床单 新皮铺 新蚊帐 新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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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 所有新枕 把枕 新枕 枕 把枕 如果將槍船拆下來 槍就等於廢鐵 你進了子彈也打不響 等於繳了你的鞋 接著又有人來報 糟了 天字碼頭那一帶 清兵戒嚴的大批清軍從外面湧入廣州醒 皇兄知道 一定內部有奸細 酒樓消息 接著又有人來報 五眼井一個收藏軍火的秘密據點 又被清兵搜查 拿走了大批槍枝彈藥 總司令趙昇 朱執信 陳廣明 胡毅生 都派人來主張要起義延期 皇兄再三考慮 決定通知國路人馬 暫停起義 由打電報去香港 電文是省城流行急性瘟疫 兒女切勿回家 當時呢 因為街道都已經戒嚴了 大家沒辦法聯繫 所以呢 林軍服和蕭世兵 就不知道新軍出了事 兩個人在新房等候的客人來 哎呀 這麼晚都還沒來 想著一定在外面戒嚴了 好了 不然就算了 兩個人就共到一個甜蜜的新婚之夜 蕭世兵 伏了林軍服的肩膀試 細細聲罵他 你真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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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現在弄假成真 如果被爸爸媽媽知道 監生被你氣死 怎麼會呢 你看 我們多浪漫 蕭世兵又一年打了幾拳 你真是壞人 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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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全身不良的 你特意要我扮新娘的 是呀 是呀 是又怎樣 如果我找另一個 我豈不是變成錯賠鴛鴦 不理你 不理你 你真是臉皮厚 林軍服 輕輕 敏了一下蕭世兵的頭髮 明天一早 我送你回家 廣州馬上要炮火連天 你不能留在這裏 我不想 我不想 我和你一起 死也要死一堆 我明天上戰場 你去哪裏 我都跟著你一起 你一個女孩子 不方便的 什麼不方便 你們指揮部也有幾個女人在這裏 她可以 為什麼我不行 人家一早就參加 是革命黨來的 她做了革命黨 我不做了革命黨的嗎 好了好了 明天才算 林軍服 吹了蕭世兵 抱著蕭世兵 小聲說 希望你幫我生兒子 萬一我明天死了 也要有兒子來繼承 那如果我死呢 誰跟你生兒子為福子 世兵 你不能死 你不會死的 你不會死的 一對新人 只是沉醉在愛河中 明天一早 廣州就要翻天覆地 起而開始 這對新人的命運又如何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會分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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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